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英国汉血院院长 妙共大和尚 香港佛学网会长 同校长 诸位法师 诸位同修大德 大家尚无好 阿弥陀佛 今天是我们在南彼得校区 第二天的法会佛动 这个时间由悟到 来跟大家讲讲话 我们一定 这个九点到十点 这个讲话的时间 十点半到十一点半是武功 下午第一时训练 一点钟开始 我们三十做圆满 再用钥匙 这是今天我们一天法会佛动的 这个时间 昨天我们在南彼得校区 第一次 进行这个祭孔大典 过去三年 今天我们是 起行 祭祖大典 今天 今年 祭祖只有在 伦敦办 祭祖大典 在这里办 所以祭祭 祭祖大典 祭祖大典 都是校长担任 只是地点不同 那么明年 这个伦敦的祭祖 以及信念法会 一定 移到卡蒂夫 来举行 校长也会找时间 去接下这个场地 目前 时间 地点 还没有确定 现在我们 先议定 议定 明年 这个祭祖 祭祖 系列法会 这个地点 从伦敦 移到 卡蒂夫 来举办 昨天的祭孔大典 非常严满 非常成功 这个修师校长 叹为观止 第一次见到 这么中年殊胜的 祭孔大典 那么感谢 这个 董校长 带着这些老师 来教导 以及我们汉学院 学生 学生 认真 认真 的学习 祭祖 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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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后 辛勤的工作 付出 非常感恩大家的发行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这个图书馆很长时间了 这个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 佛教图书馆 大概是民国七十八年 七十八年了 大概那个时候 开始做这个细念 细念法事 这个 上明下信 明信长老 韩官长 请他来教我们 这个三十细念 从那个时候开始 静忠同修 都很喜欢 这个中风国师 三十细念的法事 非常欢喜 所以在现在 全球各地 凡是我们静忠学会的 道场 这个超见 超度的法事 都是 三十细念 因为三十细念的内容 每十 分三个十段 每十 都要送一部佛说阿弥陀经 再来是往生做 再来 战佛记 再来六字佛号 四字佛号 这个是主要的 这个法事的 主要部分 就是 弥陀经 往生做 战佛记 佛号 这是 这个细念法事 主要的部分 其次就是中风国师的开示 这个开示非常重要 也是整个法事的一个枢纽 一个关键 有畅战 有忏悔 有皈依 有皈依 所以这个法事也算很圆满 中风国师他是禅师 他是参禅的 他参禅 二十几岁就明心见性大策大悟了 我们知道 这个六祖慧能大师 他是二十四岁 在中风国师 根据他的传记 好像是二十一岁 他就大策大悟 大悟了 后来继续参 参到侧悟 就像六祖一样 这个六祖慧能大师 他在这个 潮西 就是现在的广东 砍财 卖财 这个 时候 听人家读金刚经 他听到 人家读金刚经 他就大悟了 读的人没有悟 他听的人悟了 所以 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 会讲不如会听 会讲的人 他不一定他开悟了 但是他会讲 不一定他开悟 但是会听的人 他开悟了 就像六祖是一个例子 人家在读金刚经 人家在读金刚经 读的人没开悟 他听的开悟了 那么那个时候是大悟 后来是请教这个读金刚经这个人 这个人听到六祖 这个不是一般人 他自己读的都没有悟 他既然听到他读金刚经 他就 听他讲话 知道这个人 大悟 但是还没有彻底 所以 建议 会能大事到 这个房媒再去餐的五祖 再去餐 到了五祖那里 五祖给他 切个 安排一个工作 在炒房 充米充八个月 做苦工 那个是重劳力的 这个充米 这个人身体体重要够 那么六祖 身体矮小又瘦 体重不够 所以他为了加重这个身体的重量 在腰间绑一块石头 增加他的体重 来聪明 做苦工做了八个月 八个月后 这个五祖 有一天晚上 暗示他到辽房 再给他讲金刚经 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听到这一段 他眼下都大扯大悟 在朝西 在朝西 听人 送金刚经 是大悟 到黄梅啊 听五祖讲金刚经 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个时候啊 言下 就测悟了 所以大测大悟 明心见性 大悟还没有彻底 还没有策罚底缘 所以他还要再 更进一步的 彻底 误入 那么冲锋国师啊 二十一岁就大悟 后来他也是一参 参得高峰庙禅师 也是二十几岁就大测大悟 那么测悟 他后半段 再来修净土 这个就是我们 中国佛教这个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啊 这些祖师的这个传记 以录 我们一般讲的 禅净双修 又参禅又修净土 像永明元寿大师也是 禅师啊 大测大悟 到晚年啊回头修净土 这是有禅有净土 游如带脚斧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弃 这永明元寿大师做的记者 所以中宫国师啊 他有德行 所以这个皇帝啊 元朝的皇帝啊 聘请他当国师 封他为国师 封他为国师 那么有道德有学问 他也不轻易出来 当时那个杭州啊 一个大事宴 请他去当厨师 他也推辞了 觉得自己的原法不足 那么六祖啊 这个 当时武则天当皇帝 请他到京城 那么他也推辞了 他就一直留在广东 那么这些祖师大德的行仪啊 都是我们后学的一个 学习的榜样 中宫国师有他的传记 那么他的资料啊 现在很多都是在日本 在日本东京啊 国家博物馆里面搜查 几年前啊 我看到台湾联合报 爆出啊这个 日本东京这个国家博物馆啊 展出原草中宫国师的一些文物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了解到日本 这个日本人啊 也很有心 去收集啊 在中国 这个传统文化 佛教文化的这些资料 也很用心啊 去给他保存下来 这一点啊 也是他们这个民主的一个优点 这个他从中国学过去之后啊 一直保留下来 都没有给他丢失掉 一直保留到现在 所以中国有很多经书找不到 都是从日本找到 再带回来的 像我们敬老和尚最近提倡的 情书自咬 在中国 都失传 将近千年了 到清朝啊 对本 当这个 礼物 嘉宪皇帝登基啊 当礼物 来送回到清朝 送到 送到 送回中国 所以这个 版本啊 这个 我们现在用的是 日本的 送回来的 送回来做礼物的 情书自咬 现在我们翻印的 那也是收藏在日本 在中国就失传啊 上千年了 这个超度 我们 三十系念 也算是一个 超度的一个法式 那么现在呢 这个 我们一般啊 听到这个超度 有的人 特别不信佛的人啊 认为啊 那是迷信 但是虽然讲迷信 如果有家人过世的 还是不管是佛教也好 在台湾啊 除非他信基督教的 那信基督教啊 他就用基督教啊 的仪式啊 那如果不是信基督教的 我们传统的佛道 也会请法师 来做做法事 超度超度 表示啊 表示啊 对亲人过世的 一个 追调 超拔 那么在佛门啊 一般试验啊 那这个超度法式就 很多了 也很普遍 而且 而且一般的试验啊 有一些试验 都是以超度 为主要的 那么超度 主要 就是 有人过世了 所以有人就觉得啊 这个 都是给死人啊 超度的 替死人超度的 看到出家人啊 出现 那 他家一定什么人死啊 请出家人来做法事 就把这个 超度啊 跟死人就 挂钩挂在一起了 因此啊 这个超度 这个名词啊 一般人 他就起了误解了 那以为超度 那就是人死了 请法师去 你念念经啊 超度超度啊 甚至有人啊 看到这个 出家人啊 他觉得很不吉利啦 哪家人 又有人死了 他觉得很不吉利啦 这些都是很大的误解 那 基本上这个误解啊 对超度两个字 这两个字 他都不懂他的意思 超是怎么解释 度又是怎么解释 这两个字 这个超 简单讲 超生了 超业提升了 度就是帮助了 协助帮助 好像我们要过河 你要做渡船啊 以前这个船叫渡轮 三点水 再一个渡 渡轮渡船 没有这个船啊 我们就渡不过去 我们就不能从此岸到达彼岸 靠这个船啊 把我们渡过去 所以超度 就是 超生 帮助 这个亡灵啊 他的灵性能够提升了 能够超业 那么超度 在中国传统讲叫 祭祀了 像我们说这个祭祖大典 祭孔大典 那祭祖有他的大道理 在伦理里面讲啊 祭儒祭 这个祭儒祭 针对父母祖先的 你既是父母祖先啊 要如同父母祖先在世的时候 那么祖先 跟圆祖我们没先过 也不认识 但是我们的父母 祖父母 那总有印象 那起码最基本的 对父母有印象 这是一定的 所以祭 如同祂在世一样 所以在我们台湾传统啊 这个父母过世啊 在这个四十九天之内 这个还要共饭共菜 我小时候啊 看我祖父母过世了 还要放脸盆 放水 放毛巾 放牙刷 放牙膏 三餐共饭菜 好像跟祂在生前一样 祂在生前 祂在生前 祂生活是怎么样 就共这些 那小时候也不懂这些道理 看到大人就是这么拜的 后来我父亲过世 后来我父亲过世 我们也是这么拜 后来学了佛啦 听我们牢上的经 慢慢接触了解啦 因为我们现代人啊 都没有读到祖宗啊 传统的经典 过去的中国人有读 现在的中国人没有 不认识祖宗 现在中国人都认识外国人 不认识中国人 现在的中国人啊 你给他讲什么节律 你特别去问年轻人 他不知道 你说圣诞节啊 那没有一个不知道 看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那么反而啊 这个自己祖宗的节律 自己国家民族的节律 都不知道啦 那么这个是国家政府的责任 不教啊 没有教导人民啊 那现在啊 那现在啊 你能怪人民他 崇洋吗 不能怪啊 你国家政府带头的啊 你能怪这些人民吗 所以做一个国家的领导 要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死 具有这三个义务啊 所以现在只有我们敬老和尚在呼吁在教 那我们敬老和尚啊 如果没有呼吁在教这些 大概啊 十年后这些完全都没有了 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在这个地球上就消失了 不是这些人消失了 这个历史传统文化就消失掉了 跟其他四个文 这个三个文明古国一样 没有了 后代子孙不知道了 不认识了 所以传承这个文化 是非常重要 传承这个文化呢 不是为一个民族 这个好的文化 就像佛法 它不是哪一个族群哪一个国家 它特别的专利不适的 而是全人类 佛法是讲一切众生 除了人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众生 所以佛法是九法界众生公共之法 实在讲啊 中国这个儒道也是一样的 公共之法 只要你学了你就得利益 那么 大家学了得到利益 就不能自私啊 要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都得到利益 这是佛菩萨圣贤的信念 希望大家都得利益 那佛法讲的更彻底啦 希望一切众生得利益 最大的利益就是做佛啦 回归自信啦 所以不是啊 限定在某一个地区 某一个族群 他是全人类 一切众生啊 共同的智慧财产权 所以应当要学习 要弘扬 这样才是正确的 好的东西啊 就是要跟全人类分享 所以这个超度 实在讲啊 这是中国讲的记事 那么记如在 那么你记于父母祖先啊 如同他在世一样 他就有感应了 他就有感应 那么记神如神在 伦理里面有讲了 记神如神在 这个跟记如在 这个有不同的对象 记的对象啊不同 记如在是针对 这个父母祖先的 记神如神在啊 那就是祖先以外的 三川天地鬼神 那这个是记神如神在 那么这个记神如神在啊 他的原理啊 就是这个主记者啊 他要 他要 摘戒三天 三天啊 放下万年 观想 如果记祖先 观想父母祖先 在台湾有一些人过世了 那个灵堂啊 还会写四个字 是英龙晚在 他的声音 他的容貌 宛如在世一样 去观想他 在世的生活 他的动作 他的习惯 观想这个 那观想了三天啊 祭祖那天正式啊 他就感应了 人死的不是没有了 是犯了一个法界 还是存在的 实在讲啊 人死是这个身体 身体有生灭 我们人的灵性不生不灭 他永远存在的 所以这个祭祀啊 他就会有感应 那么祭神如神寨啊 那比如说 我们 台湾民间 很多拜观光 像我父亲 他不是学佛的 但是他拜神的 他最崇拜的就是观光 我从小啊 我大概十岁的时候啊 卖了房子啊 他去买了一尊观光 现在还在我弟弟俗家里 拜着 那已经快 这个 快六十年了 那么台湾啊 也有很多拜妈祖 在福建闽南一带 包括新加坡 这个也有 你去观光 你拜观光啊 就观想观光 那么你就会跟观光感应 像我们新北市市政府 现在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先生 那么以前他当副市长的时候 我也去参观他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就供一尊观光 那我看到那个 他供了观光啊 就知道啊 他很崇拜观光啊 那么这个 这个 去年他当选这个 新北市长 也请我做市政顾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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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市政顾问 那我知道啊 他 很 尊敬观光的 跟我父亲一样 观光啊 讲忠义 你拜妈祖 祭妈祖 就观想妈祖 你跟妈祖就有概念 就是你祭什么对象 你就观想那个对象 摘叶三天 就专想那种事情 其他事情都能放下 这样他就会感念 那这个观想 跟我们佛经讲的 观想念佛 是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原理 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 我们观想阿弥陀佛 十六观经啊 那十六观经讲 专门讲观想 也有观想 也有 十相念佛 慈敏念佛 我们现在用的主要是 慈敏念佛 用慈敏念佛 那么实在讲 那么实在讲 慈敏念佛也离不开观了 所以观经这个十六观 从第一观观 观日落弦骨 日观 观太阳 快下山那个样子 一直到十二观 这个当中有观佛生 观 观摄音菩萨 观大师之菩萨 观佛的白豪像 观莲花 观水观 这个 观这个大地 流离地 这些 都是十二观 观想念佛 第十三观就是观想念佛 和庄圆的佛像 这从门看佛像 那么第十四 十五 十六 这三观就是九品 讲九品的 前面十三观是定善 定就是要有禅定功夫 观想要有禅定功夫 才能观得成 那第十四 十五 十六 这善导大师讲善善 就还没有得定 从上上品到下下品 那么下下品 这个大开辞明念佛 五逆十二 临终一参知识 劝导信念念佛 一念十念这样往生的 就是用慈明念佛 那么慈明放在最后一观 这个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殊胜的 最方便的一个方法 那么慈明是不是观 慈明也是观 十六观经 这十六观 最后一观就是慈明念佛 所以慈明也是观 那佛法的修学离不开观 这一个字 如果不懂观法 那这个修什么法门 工夫都不会得利了 这是姜慰隆老基础 就是在金刚经讲义 就是讲得非常多 所以我们祭祖也是一样 要懂这个观 气如在 祭神如神在 它就会有感念 所以这个祭祀 它的条件 也是有一定的条件 那么我们现在呢 举行这个仪式 我们现在 能够举行这个仪式 就算不错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深入 慢慢回归到 这个正规的 这样的一个祭祀 以前你要当个陪祭官都不容易 它有条件的 大家如果读 《雪如老人的伦理讲记》 你就知道了 他还要学射箭 射箭及格 那才可以去当陪祭 不像我们现在 没人 那么那个方便就好 找几个人来 那么我们现在呢 也不会去学这个射箭 我们现在 就依照我们静忠的这个方式 起码大家对这些道理要懂 不然人家说我们是迷信 我们就无言理对了 好像人家说我们迷信 好像自己想想 也认为是迷信 那就大错特错了 所以我们基本的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祭祀 要学习的 这个仪式上啊 有它的内涵 有它的内容 我们要去了解 这个都是学习 学而实习之不亦业乎 都要写啊 什么都要写啊 不写就不会啊 不写就不懂啊 所以超度 就是儒家道家讲的 祭祀 这个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就讲的这个祭祀 那么超度在佛门标准的经典 就是地藏菩萨本院经 这个地藏经啊 是佛门的小经 好 我们讲这个祭祀 圣中追焉 追到焉主 那么就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啊 去追思 追思到我们 很久远的祖宗了 那地藏菩萨本念经啊 他这个祭祀超度啊 他是大圆满 超度啊 超度啊不但现前的父母 还推到过去 还推到过去五死结以来的 生生世世的父母 还推到未来是 这个 无量无边的父母 就是十方三世的父母 通通通超度了 通通祭祀了 通通祭祀了 这车大圆满 所以地藏经啊 跟无量寿经一样 续分 正宗分 流通分 三分放光 那么放光啊 这个无量寿经三分放光 大方广佛华言经三分放光 这个大家知道的 在地藏经啊 他也三分放光 三次放光 在续分 正宗分 流通分 佛都放光 那么这个放光啊 其中有一个光叫 大圆满光明云 所以现在我们做法会 昨天祭孔 这个外面天空啊 这个天象啊很好 有吉祥云啊 那我们如果没有读祭祀经啊 人家讲哇 上面有这个吉祥云啊 我们看啊 的确是不错 说不上来 但是啊 如果你读了地藏菩萨本念经啊 大吉祥光明云 大圆满光明云 大功德光明云 那你就读一读啊 大概啊 你都可以套上去这些云 所以这个地藏经啊 读的也是很有受用的 那么地藏菩萨本念经是佛门称为孝经 他那个孝不止一生一世的 在我们中国儒家道家讲这个孝 是一生一世 就现前这一个阶段 那佛家讲的孝是三世的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所以他这个孝敬 他是大圆满 所以我放这个大圆满光明云 大波勒光明云 还有出种种阴生 这个都是在教化众生 大智慧光明云 这些在在啊 都是显示 这些功德 那么地藏菩萨 代表孝 我们读了地藏经 我们昨天同学分享 这个明子迁的故事 他这个孝顺父母 这个故事 那么在中国传统有二十四孝 这个每一个孝子啊 他都有他的故事 他的典故不一样 那么地藏经里面讲啊 这个 光木女 婆罗门女 他们两个啊 他们两个的母亲 都是造二业的 那那个二业啊 那造的 比明子迁的后母还要厉害了 如果造的不厉害 怎么会堕地狱呢 这个我们可想而知啊 但是这个孝顺的儿女啊 总是一直劝 那个光木女 婆罗门女 都是她的母亲之徒 不敬三宝 她不相信 我们现在 有很多同修学佛啦 可能遇到自己家里父母 她不信佛 她不但不信啊 她还毁谤 所以光木女 婆罗门女 就是我们一个例子啦 现在有一些同修 的确也遇到这样的情形 自己学了佛啦 知道佛法的重要 总希望欠自己的父母来信佛 那欠了啊 父母未必会接受 有的父母比较有善根的 他会接受 有的没有善根的 业障很重的 不但不接受 他还毁谤 甚至把你的佛像都丢出去啦 这个都有 所以欠了 当时她也改不过来 但是这个孝顺的儿女欠啊 总是会感动父母 像明子谦的后母啊 受到感动 那个善根还算是深的啦 深厚的啦 这个佛罗门女的母亲啊 欠了 也有一时受感动 相信三宝了 她没过多久 一下子又不信了 那这个月障很重啦 那死了之后啊 那这个孝顺的儿女啊 知道啊 这个佛罗门女啊 跟光木女知道啊 她母亲去的地方肯定不好啦 那看她再生造的业就知道了 自己学了佛啦 明白这些道理啦 看到父母造什么业 将来会去哪里 就很清楚啦 但是呢 虽然知道去的地方不好 但是呢 到底不好到什么程度 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也不知道 因为凡夫啊 还没有证果啊 没神通 看不到 如果证阿罗汉果 那就看得到了 像这个慕连村者啊 慕见连村者神通第一 她证阿罗汉果 就六种神通了 这个慕连村者的母亲啊 再生也是肩胆 令色 死了之后 跺到恶鬼道 受饥饿之苦 后来慕连 求佛慈悲指点 总的帮助她母亲 她脱钵啊 把食物送到她母亲口中 就化为怨佛烧焦了 吃不到 神通抵不过业力 没办法 所以佛就劝她呢 在农历七月十五 佛欢喜乐 结下安居圆满 打灾共种 把这个打灾的福报 回向给她母亲 把这个共生的福报 回向给她母亲 才把她母亲 从恶鬼道 超胜到人天善道 那么光木妮婆罗门里 也是一样 那光木妮婆罗门里 她的母亲 更严重 她多地义 多恶鬼啊 那比多地义的罪也轻啊 多地义 那个无间地义啊 那下去 时间很长很长了 不容易出来啊 那么怎么出来呢 也是求佛指点 后来在佛前发了大愿 地义不空是不成佛 发了这个带 那么 发了这个愿力啊 自己成就了 就把她的母亲 超度到 道理天空了 那么她母亲 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利益呢 因为她们造恶业 这样的因缘 当自己的儿女啊 为她发愿 她的儿女成为 成就了 成为地藏菩萨 成了菩萨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 因为她造恶业 这个因缘啊 发起她的儿女 发起这个大愿 成就了她的女儿成为菩萨 所以 她成就了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她母亲 她母亲 当然啊 自然就得到超度 所以超度的原理啊 就是 就是这样 她这个因缘 她这个关系 她这个关系 成就她女儿 那另外呢 是两个国王 一个国王 两个国王啊 看到邻国啊 隔壁国家的人 多造十二业 全国造恶业 那不得了啊 那也凡夫也没办法 像我们现在呢 我们也没办法啦 我们看到人家造恶业 我们想去劝她 她听吗 我们无德无能啊 不听啊 不接受啊 所以有一个国王发愿啊 我要赶快成佛 来度众生 没成佛自己没能力啊 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啦 另外一个国王啊 他说 我这个众生啊 都度到成佛 我才要成佛 所以发愿啊 这个 先度众生成佛 他才成佛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了 所以地藏菩萨 不是只有一个人 你只要发这个愿 你就是地藏菩萨 所以这个超度 这个事情 我们 要明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做善意信念啊 我们讲明阳两立 我们欠导亡灵啊 新天念头往生净土 那么 怎么样才会有感应呢 要先欠我们自己 信念念佛求神净土 这样就会感应了 那我们一天到晚欠亡灵 你赶快念佛去西方啊 那自己都不去 这个没感应 所以一定要要先成就自己 你才能帮助别人啊 所以这个为什么叫明阳两立呢 就像地藏菩萨一样 要先成就自己啊 他才能超度他母亲啊 那我们自己这身练佛 不能往生西方啊 我们就度不了这些亡灵啦 道理不是一样吗 我们一天到晚欠亡灵 实际上啊 我坐在这里啊 都是欠我自己啦 每一场法会坐下来 我都要回去还请站回 我有没有真的发愿 要去西方啊 我现在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啦 这个时间越来越紧急啦 我们院长啊 庙公大和尚啊 他这个微信的贴图就是 阴光踏实那个死字啊 那个字如果关得起来啊 道夜必成啊 但是我们看了有去关吗 有去用工吗 以前牢上啊 一个人画一张给我们贴在床铺 这个脚后面 每天躺下去 看久了麻麻痺痺的 也没什么感觉 反正现在还没死嘛 但是啊我经过几次大病啊 慢慢去 会有感受啦 所以这个字啊 我们要去关 你要去关 采取作用 不然啊我一直在台湾常常去殡仪馆 这个同修啊 往生都要我去 我去看啊 这个佛有一个修行方法 叫这个修这个 偷偷恨的啊 在焚木了 看死人的 他也是一种官法 也就不敬官啊 那么这个 我们根据佛的在经典上讲 那佛的弟子去关个两三年就证阿罗汉啊 我去看那些兵仪馆一天到晚在处理死人的 还有一个死人洗身体的 好像都没证阿罗汉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佛的弟子看死人会证阿罗汉 那这些人看死人一天到晚看 怎么不证阿罗汉呢 因为他不会官啊 佛弟子会官啊 关签就在这个上面 希望我们同修 大家共同勉励 来修官 我们才会成就 十六官 我们念佛也是官 不要说我不是修官想的 这样你这样想就错了 好 我们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祝大家福贵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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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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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立